为了进化南投治安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自今年2月起 以地区特性自行执行多次弃毒 扫黑、塑腔与查毒等行动 令结合内政部警征署两波全国同步扫黑专案 顺利减速县内置评目标3人及帮重成员21人到案 陷阱局从2月份起 开始按照地区特性进行多次弃毒、扫黑等行动 减速制品目标3人、帮重成员21人等等 另外扫毒新兴毒品、分装厂与二级毒品工厂各一座 其货毒品咖啡包571包 各级毒品139.65公克 以及查契各类毒品案件85件 其货支持枪支一把 另外查货辖区赌博案件30件77位 查扣赌资新台币48万余元 成果丰硕、有效进化治安环境 以确保民众安全 刑警大队大队长戴床生表示 以张姓祖贤为首的贩毒集团 利用人身顶背的菜市场内民宅作为掩护 从事毒品咖啡包分装厂 步伐高档 从浸料、混条、装袋、封口至贩卖一条容经营 并在咖啡包上印上名车厂牌 蓝宝尖尼标志 吸引年轻药角的目光 为了进化南投资安 特别我们会执行的多项的 塑腔、扫黑、气毒、茶器、职业赌场的各项专案 在这段期间我们总共查获了减速目标有三个 制品减速目标道案 共犯了21余人 在查获毒品方面 我们查获了一个新鲜毒品的分装厂有一厂 二级毒品工厂一厂 查获了相关的毒品大概有140公克左右 那毒品咖啡包有571包 然后相关的贩毒案件有85件 那在茶器枪械方面 我们在台中地区查获了一个枪械的改造工厂一厂 那查获了各级的毒品 枪械有10把 那子弹有453颗 那在茶器职业赌场方面 我们查获了30件 然后总共有77人 那在这方面我们查获了毒汁大概有48余万 那针对容易引起年轻人吸食的毒品咖啡包方面 我们也积极的固献查气 然后在蓝头市查获了新鲜毒品咖啡包的分装厂 那以张姓为首 那张姓这个范茄呢 他从净料然后掺杂然后混装然后分装包模到贩卖都一条龙的贩售 那他以知名厂牌做一个local 那每包以500块的价钱贩售也给这些吸食者 那在此呼吁这些毒品咖啡包容易引起多重性的药物中毒 引起呼吸性的休克死亡 在此呼吁民众切勿使用相关的毒品 南斗性警局强调为了防护民众免于遭受危害 将持续进行扫黑、鼠枪、弃毒以及查毒行动 令对黑道帮派、不良驱合以及其所经营、为事 或是依附场所 规划林警勤务与结合县府主管机关联合击查第三方警政强力执法 彻底断绝精元 不容许不法分子危害治安这片净土 第九声音最难度是采访报道